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终于靠着自己的力量步入了太空 于是从这一刻起 我们开始思考 在这浩瀚的宇宙中 是否还有其他文明存在呢 西元1964年 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 向外界发表了卡尔达肖夫指数 原来卡尔达肖夫认为 宇宙不仅肯定存在其他文明 而且这些文明可能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 甚至是上百亿年之久 因此他们的科技肯定比我们进步非常多 而不管他们现在住在哪颗星球上 长的是什么样子 都有一个不变的定理 那就是一个文明越是发达 所需要的能源也就越多 这个非常好理解 如同我们人类一样 一开始我们靠火就可以生活 但现在就连发电厂也满足不了我们了 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外星文明 卡尔达肖夫将与宇宙里的文明 划分成三个等级 数字越大越进步 后来又有很多的科学家加入了定义 将卡尔达肖夫指数划分成零到七个等级 而目前地球正处在零级 没错我们连一级文明都不算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隐隐为傲的进步 与其他宇宙文明相比 我们只是一个小配胎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零级文明 其他文明又可以有多进步呢 最重要的是根据NASA的最新研究 他们似乎还真的依靠卡尔达肖夫指数 找到了一个宇宙中最高等级的文明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销售 按下玛丽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丽姐的影片哦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宇宙七级文明 在卡尔达肖夫指数中 不管你是个只会生活的原始人 还是处在工业化时代 或是21世纪的核能发电时代 都只能算是零级文明 因为零级文明的标志 就是使用行星能源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已经步入了太空 准备殖民火星 但只要我们还是继续使用石油 天然气煤矿等的化石燃料 都只能算是零级文明 因为我们的能源全都是来自行星 而行星的资源是有限的 因此一个文明如果想要持续发展 就不得不寻找可以取代行星能源的方法 新元1973年 一位名叫卡尔萨根的天文学家 甚至定下了一个公式 算出地球当时所处的阶段为0.7级 令人高兴的是 经过49年的时间 我们终于进步了0.03分 来到了0.73级 而如果要进阶到一级文明 则是需要消耗每秒10的16次方瓦能量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 因为根据我们的计算一级文明 每两秒消耗的能量将会等于 2019年整体人类消耗的能量总和 而根据科学家加莱道雄的说法 我们要成为一级文明 可能还需要一到两百年的时间 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在一份资料中 我们注意到了一件事 显示人类很有可能早就脱离了0级文明 只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 如果一切进行的顺利 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后 人类就会抵达一级文明 一级文明也可以称之为行星文明 此阶段人们不再依靠化石燃料 而是依靠核能为动力来源 但这个核能不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核能 目前人类使用的核能 是用中子撞击较大的原子 使它核分裂成几个较小原子 过程中还会产生放射性核废料 所以先进的一级文明 当然不会使用这种方式来获取能源 而是使用核融核方式 这是一种以两个较小的原子 核融合成一个较大原子 过程中不会产生放射性的元素 而且所产生的能量比核分裂来说 还要多很多 事实上我们的太阳 就是以核融合方式燃烧了数十亿年之久 换句话来说 一级文明将会在地球创造人造太阳 来获取能源 是不是很惊人呢 但根据我们的研究 其实人类现在已经在往这个方面进行努力 例如今年年初 英国卡勒姆聚变能源中心 就成功的将反应堆里的温度 升高到了1.5亿摄氏度 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高出10倍之多 但由于科技不够成熟 该项实验只持续了5秒就结束了 但一级文明可就不一样了 此阶段的文明和融合技术已经成熟 因此我们可以依靠这种能源 成功载人抵达太阳系中的任何行星 也许大家会觉得 登陆太阳系其他行星有这么难吗 对 没错 就是这么难 自从7月1969年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以后 53年时间过去 人类就不曾再踏入其他星球 顶多也只是发射了探测器 去附近行星逛光而已 就连马斯克所说的火星指名计划 也从原本的2024年延到了2026年 因此可以成功再人抵达太阳系所有行星 绝对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之一 而除了航太科技的进步以外 一级文明的居民不再只是居住于地表 而是有能力居住在云层之上 甚至还可以建立海下城市 而医学方面也会有重大突破 人们不会再因为病毒细菌感染任何疾病 再生医学也取得了重大发展 现阶段我们已经知道 有些动物可以再生器官 但在人类的身上 除了肝脏皮肤肠道等器官外 还有很多的器官没有这种功能 而一级文明的专家 就可以搞清楚动物的再生密码 届时任何器官都能再生 也因为再生技术的普遍 人类的平均寿命变得更长了 根据专家的说法 这个阶段文明会历经3000年的时间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 就连和荣和也满足不了他们 为了持续文明的发展 异景文明将没有选择 而开始将触手升向横行 大约在10万年到100万年以后 如果我们还存在 那么就会进入二级文明 二级文明也称之为横行文明 此阶段的文明将不会再为能源烦恼 而这全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发了恒星能源 新元1960年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在实验室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验 此时所有的机器正在轰轰运转 然后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实验室因为不堪电力负荷而忽然断电 在那一瞬间置身于黑暗之中的戴森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遇到了跳电 因为这不仅代表他的实验必须要重来 忽然断电甚至还会危害他的机器 但就在他的大脑高速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文明发展来到某一个高度以后 就一定会面临能源不足问题 毕竟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那除了地球以外 还有哪里有资源呢 于是他就想到了那颗每天都会升起的太阳 但要取得太阳的能源 可不能只依靠太阳能板 而是要建立一种名为戴森球的造物 将整个太阳包围起来 不过太阳何其巨大 要建造一个完全包围太阳的人造物 首先就要炸干地球的文明 因此有人提出了戴森环 仅由多个戴森环组成的戴森群 来获取恒星能源 离奇的是就在几年之前 NASA竟然还真的在一项任务中 找到了戴森环 西元2013年 一项震惊NASA的事情发生了 在经过多年的寻找以后 NASA科学家终于发现了 第一个被科学界认可的二级外星为名 而这一切全都要从2009年开始说起 那年NASA成功发射了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神奇的是就在望远镜升空以后 一位天文学家塔贝萨S.伯亚吉安 在众多的资料中 注意到了一颗极其诡异的恒星 太平星 它会不定期的忽然变暗又变亮 重点是就连亮度减少的时间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会持续五天 有的时候持续十几天 一开始科学家们认为 应该是机器坏掉了 因为照理来说 就算是行星遮挡了恒星的光线 那么也应该是会规律变暗变亮 也就是说导致太平星变暗的原因 绝对不会是围绕它的行星 最惊人的是 西元2013年 太平星还忽然骤降了20%的亮度 要知道在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是木星 它也只能遮住1%的太阳光线 而太平星与太阳的大小差不了多少 这代表遮住太平星的东西 肯定非常巨大 而自然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因此最后就连连救太平星的塔贝萨博士 也都不得不承认 导致太平星突然变暗的原因 只可能是戴森球 也就是说 在距离地球14608光年外 很有可能存在一个二级恒星文明 而根据卡尔达肖夫指数 一个二级的恒星文明 将会每秒消耗10的26次方瓦的能量 但很快的他们又会发现 就连自己星系的恒星 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能源需求 于是这个文明很快的就会开始迈入下一个阶段 三级文明又称之为银河文明 此阶段的文明一样是在使用恒星能源 但由于此时他们需要的能量又更多了 已经达到了10的36次方瓦 因此为了要获得更多能量 他们会开始寻找银河系里的其他恒星 离奇的是最近NASA就时常拍到 有人来太阳戏来拿太阳能源的画面 例如2016年及2019年 分别有网友从NASA拍到的影像画面中 发现有UFO从太阳飞出 甚至还有看到巨型UFO徘徊在太阳表面 当时天体物理学家大卫布林甚至惊讶表示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大卫说得太过离谱了 外星人怎么可能会去太阳补充能源呢 毕竟太阳表面的温度高达了摄氏6000度 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能抵挡这样的高温 但技术学家迈克·卡普斯博士 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也因为三级文明时常旅行到很遥远的地方 因此他们开始利用虫洞弯曲时空 来减少旅行时间 而在反重力科技方面 三级文明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里指的反重力不只是抵抗地心引力 而是可以抵抗恒星引力的科技 像是刚刚看到的太阳UFO 不但不会被太阳引力给吸进去 甚至还可以加速逃离太阳引力 这就是一个三级文明才能拥有的高科技技术 而在医学方面 三级文明已经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 达到人体最大程度 目前根据科学界的说法 人类最大的寿命是120岁到150岁之间 因此在抵达人体最大的限度以后 医学科技将会转向研究意识提取 试图突破肉体的限制 从意识上让人类实现永生 但在整个三级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人类永生的这个目标都不会达到 四级文明又称之为宇宙文明 先前的文明已经知道 虫洞可以缩短星际旅程 不过由于虫洞不是随处可见 他们必须要先从自己的星球 移动到A点才能进入虫洞 而移动到A点的过程则需要很长时间 为了要缩短整个旅程 四级文明将不得不朝创造虫洞方向开始前进 然而要创造虫洞所需要的能量非常巨大 整个硬核系里面只有超新星能满足这种巨大能量 超新星是指当一颗大质量的恒星 在其生命最后的阶段引起的大规模爆炸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在那一瞬间超新星所释放的能量 将会等于它过去数十亿年来所释放的能量总和 实在是非常惊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恒星都可以成为超新星 它必须要先满足几种条件 而且这颗恒星至少要比太阳大上1.4倍 因此专家计算整个硬核系 每40年才会有一颗超新星爆炸 而整个宇宙则是每10秒会有一颗超新星爆炸 西元2016年一位幸运的业余天文学家维克多布索 就曾经拍下了一颗距离地球6700万光年远的 超新星爆炸瞬间 由于超新星在银河不常见 因此四级文明必须要穿梭在各个星系之中 来寻找超新星 不过这对于已经可以创造冲动的它们来说 并不难 而除了可以穿梭在各个星系以外 它们还已经掌握了意识提取的技术 从而实现了永生 甚至还可以创造生命 因此有人认为 很多的零级文明就是四级文明创造的生命 而它们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神 不过尽管此时的四级文明已经可以创造生命了 但它们并不觉得自己就是神 因为在多次使用虫洞穿梭宇宙之后 它们发现宇宙不只有一个 五级文明又称之为多元文明 由于在四级文明的末期已经确定了其他宇宙的存在 于是四级文明开始想尽一切办法 要抵达另一个宇宙 但要去另一个宇宙 所需要的能量又更大了 此时超新星已经无法满足它们 因此四级文明需要寻找白洞 西元1930年爱因斯坦与另一名物理学家纳森罗森 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 如果黑洞存在 那么白洞也应该会存在 而它们之间则是会依靠虫洞来连接 大家都知道黑洞是一种重力极大的区域 所有靠近黑洞的东西都会被它的引力吸进去 当然也包含了光 而白洞就不同了 与黑洞相反的是 白洞是一个不断释放质量及能量的天体 根据计算 如果白洞真的存在 那么一个白洞的能量 会等于整个银河性能量的1400万倍 而五级文明就可以利用这股超乎想象的巨大能量 穿梭在各个宇宙之中 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白洞铁定存在的证据 但想想之前人类也只是依靠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来预测黑洞应该存在 但就在2017年 我们真的在距离地球520兆公里远的地方拍到了黑洞照片 因此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能找到白洞 事实上在2006年的时候 NASA就曾经拍到了疑似是白洞爆炸的照片 也许当时就有一个五级文明在旁边收集白洞能量 因为就在这个白洞爆炸后不久 一位自称是来自平行宇宙的人 曾经带了一位我们时空的人去到了他们时空 他甚至还带回了2009年PITOS的专辑 但在地球的时空 PITOS早在1970年就已经解散 那么这张PITOS从未出版的歌曲 会不会就是平行宇宙存在的证据呢 六级文明也称之为多维度文明 或者是超神级文明 在历经多重宇宙的探索以后 五级文明开始意识到 生命不只是存在于三维世界 它同时可以存在更小但维度更高的高维世界 像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金星女人 以及一的法则等等 这些外星人都曾经提过 自己是来自四维以上的世界 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更高维度的生命 会存在于更小的世界呢 这就有点像是在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 如果他现在朝地球看 只会觉得地球是一个二维的平面 他甚至无法看到地球上有任何生命 不过一旦他回到了地球上 他就会发现原来地球其实是一个三维的世界 里面生活着各式各样生命 也就是说更小的世界里面 可能存在着其他的文明 虽然平时我们看不到 但这并表示他们不存在 也因为此阶段的文明终于意识到 更高维度的存在 因此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去高维世界 但要进入高维世界 首先就必须要先放弃三维世界的物质躯体 不过这对于五级文明来说 已经不是难事 毕竟他们已经可以提取意识 可是他们仍是需要大量的能量 来进行维度之旅 于是他们开始穿梭在不同的宇宙 收集摆动能量 过程中他们会发现穿梭时空的方式 于是从这一刻起 他们终于了解了宇宙的过去以及未来 一开始他们会认为 自己终于做到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但很快的他们就会发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灵机文明 是由他们这种级别的生命创造出来的 那么在宇宙的最一开始 是谁创造了他们 以及这个宇宙的呢 七级文明也被称之为造物主文明 很不幸的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 一个文明就算是再进步 也不会抵达造物主文明的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不只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存在于宇宙的万物之中 是物质也是能量 是空间也是时间 他不是神而是众神的神 而他也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因为就连我们也是他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始终不会成为七级文明 但根据一些研究 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与他联络 但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想知道的朋友们 记得要帮忙一只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要到这几个平台 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影片聊 大家拜拜 by bwd6